請各位議員繼續發言 時間30分鐘 請超詹議員發言 主席縣長 秘書長 與會的各位主觀光 還有本會同仁大家好 第一個問題請教一下縣長 早上張永江議員質詢的時候 縣長講到將不合適的一些法令納入離島建設條例 我這是第一次聽到縣長有這樣的觀念 我個人也覺得這個可能是比較可行的方式 解決我們目前很多問題的可行方案 但是這個部分我們縣長這邊有沒有具體的構想 跟哪些法令或者哪些跟讀私計畫有關係的法令 有沒有這樣的構想出來 請主席財事請縣長做個答覆 請楊先生答覆 謝謝爾湛議員的指導 我想是這樣子 其實這個想法不是臨時有的 其實已經想了很久 一直我們在開一些違建的罰款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每一次都是做一個非常痛苦的決定 因為如果說我們不罰 我們要讓我們的同事背著賭職的這樣的一個風險 但是對於馬祖的這個土地特性 建管特性 我們知道如果說沒有一個通膀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案的話 現在都是知識節節的問題 所以我之前 我就大概就請我們的公務局通人說 研究一個可以通膀解決問題的方案 因地質疑的通膀解決問題的方案 然後我們也找過 建築師工會跟他們討論 是不是委託他們弄一個法 後來我們想到的是說 這個 馬祖的這些土地問題 建管問題都是計畫問題 其實是很特殊 最主要的是土地問題 上一次 不管是國發會僱主任委員 他是學都市計畫的 或者是內政部部長 陳薇仁 他也是學都市計畫的 他來的時候 我們都跟他請教 基本上 他們也同意 覺得說 要有一些因地質疑的 但是呢 母法還是要顧到 所以 馬祖的這些特殊的土地問題 我個人想到的是 我們就以 有一些房子 它蓋的時候它蓋滿了 容積率、建築率 全部都超過了 甚至於說 連這個都市計畫 這個區域 都是 全部都違背 但是要處理這樣子的問題 是一個比較複雜的 如果當時從 建築率跟容積率 這方面來考量的話 我想到的 比如說 以一些公有地釋出 釋出這樣子 它買了以後 等於說買了權利以後 把這些轉移到 它的建築率、容積率裡面 讓它合華 那這裡面 昨天大概 我聽劉局長 在解釋的過程裡面 就是這個地 必須要能夠連在一塊的 如果說有困難的話 是不是說 即便是沒有連在一塊的 我們也容許這樣子做 所以 如果在都市計畫 在離島建設條例裡面 可以立一個法院 原來徹底解決馬祖的 現有的 一些違建問題 我想這個是 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 到目前為止 我們大概 還沒有做很具體 這個想法 我想了很久 但是 還沒有辦法很具體的 這個 列出條文來 我想這個方面 我們會跟 我們的同仁 繼續 一起研究以後 要找陳立委幫忙 因為 陳立委對 對於這個 離島建設條例 九條之四 對已經 達到權壯的 政府登記的這些 對我們 未登陸地之外的 這些土地問題 確實提供了一個 可以解決的方向 雖然說 行政上面 我們會增加很多很多困擾 但是我想 對於 解決馬祖現有的 一個土地問題 一個健管問題 這是一個方向 可以努力嘗試的方向 至於說 結果怎麼樣 結果怎麼樣 我們 現在還不能預測 之前我們也曾經 同仁 是透過現有的都市計畫 裡面 條件換個換 即便是這樣子 我們 縣都市計畫委員會 都同意這樣做法 但是到了部 都委會的時候 這裡面還是受到 很多很多的限制 特別是部都委會 因為它是個委員制 不是說哪一個人說的就算了 連部長說的都不算 所以說基本上 只要到委員會裡面 因為委員都是獨立的 我覺得比較可行的 或者是說 效果比較大的 應該是會 如果能夠在 離島建設條例裡面 弄一個離島的專章 特別是針對我們的 土地跟健管的特性 立一個專章 來解決我們現有的問題 或許這個對解決現在大量的 這個違建 是一個方向 因為這個部分 為什麼本席特別提出來 讓縣展這個做一個陳述 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這個 確實是一個 一個方式 一個很重要的方式 過去本席在推這個放寬容金 健碧率 雖然也達到一定的程度 一定的放寬了 但是這個放寬的幅度 跟我們現在的 現有的這個狀況 其實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中央也不可能 因為我們地方 政府 我們一個小地方 把中央所有的這個法令都去修正 因為它必須適合整個全國性 所以我們必須要出來 我本席才想到說 可不可以這個 其實很多你們 我們這個議題主管 其實都有這樣的觀念 都有這個認知 其實大家都有這個想法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可以推的 而且也比較能夠解決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說 這個未來 在這個 剛才信南講了這麼多 必須去落實 怎麼樣一步一步落實 落實到這個整個 可以讓這個法令去修正 修正到 符合我們現階段這個 當然 現階段這個 很多的違建 違建的問題 其實它真的是超過太多了 但是我們如何讓這個 能夠抑制 至少在整個高度 或者整個 在區域的整體性上面 必須要做個抑制 這個不能讓這個再混亂 當然我們也不是無限上限的 去放寬到這個 這個好像毫無這個 限制的地方 至少在這個整個 我們發展觀光的歷程中 必須要 維持到一定的這個景觀 所以這樣這個怎麼難力 我覺得我們這個部分 必須要成立一個 很專責的一個單位 或者一個小組 去負責這樣子推動 不管都市計畫的整個變更 或者是整個 法律的修正 你這樣才符合未來 整個很殘遠的需求 也符合民眾的需求 至少 那民眾可以有一個依順 在執法上面 我們也可以 縣政府這邊也可以有一個 一個很明確的一個執法方向 不然現在這個違建 這樣下去永遠都沒辦法 很多人都會提說 哎呀怎麼不能落地 在地這個就地合法 或者說 或什麼用時間的切割 當然這個時間切割是一個部分 要就地合法又是一個部分 就地合法其實基本上 這是騙人的 怎麼可能就地合法 在現有的法律之內 現在的條件實際上 根本不可能就地合法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找一個解套的方式 我覺得 在離島建設條例裡面 因為它這個特別法 會比較符合我們 這個現在 現階段的需求 如果可以修一個 我們比較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向 如果要去看的話 我是覺得這個部分 因為現在我們這邊 應該要很努力的 很積極的去做這件事情 謝謝曹議員 我想就跟曹議員剛才講的 所謂的就地合法 這種主張 其實是叫公務員換法 但是我想馬祖 我們的土地問題真的很特殊 這個應該這樣講 之前我們努力的 一直想說讓我們鄉親 把還沒有完成登記的地 畫坊給大家 光是這樣子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工程 在政府 我們能夠努力的部分 其實我們做了很多努力 但是民間這邊 我們也希望它能夠配合 比如說這個鄉林的土地之間的互相浪 因為這個土地問題不解決 延伸出來的問題很大 另外當然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後 跟著都市計畫 一定要重新再檢討 另外一個就是 剛才議員講到 根據我們這些特性 要有一個我們一致性 因地制宜的解決方案 當然這個是最平移的 最平移的可以跳脫 如果現有一些這個土地 或者建管 這些束縛 板手板腳的 當然是要從離島建設條例裡面 這裡面提供一個方便之門 就跟我們離島建設條例 914 這樣子的情況一樣 我想我們如果 我個人我還有機會 因為我已經知道問題在哪裡 以前不是不做 是一直沒有辦法突破 都在做但是沒有辦法突破 那現在這個 如果說我有機會 繼續做的話 我想問題 重點我已經抓到了 那怎麼做 就跟我們當初 爭取市委所有人 這個做法一樣 很積極的去推 我希望說未來這個這個 很快就會看到這個成果 另外 也是同樣的問題 像張宇人剛才提的那個 新兵訓練中心 讓我想到我們現在陳立委 當時做陳縣長第一任上任的時候 有一個偶然的機會 我跟他聊到 在縣政府的那個職務官司 我跟他聊到幾個事情 第一個 我希望他爭取新兵訓練中心 設在馬祖 因為本席也看到了 這個 這個 財兵就是一定是一個趨勢 如何讓我們 軍員減少的情況下 有一些 有一些消費的補充 這個東西 新兵訓練中心 我覺得是一個方向 跟他提的第二點是 我希望說他能夠 加速這個 我們馬祖酒廠的這個改建 加速我們那個設備的更新 積極的促銷我們馬祖 第三個是 我希望說他可以把馬祖 這個建 比較 那時候在馬祖正在準備要建設 希望說馬祖能夠吸引到 積極吸引到外面的這個 學生 一個學生來源 把馬祖建設比較完整 比較優質的學校 我想大概 結果呢 他跟我講了幾句話 他說 那個 我們錢不是問題 當時確實 中央給我們的補助很多 當然我們沒有想到 我們自己 如何讓自己能夠站起來 能夠讓自己有自由裁員 這個是很重要的問題 但是現在面臨都發生了嘛 剛才現在認為說 新兵訓練中心不重要 我覺得 這個現階段還是可以 為什麼 因為現在 這個東西是 為什麼我們要提這個東西 我先讓我講啊 為什麼我們要提這個東西 是因為我希望說 在地的消費 必須要有一個一定的基礎 當然觀光客來很多 但是他這個 這個彈彎季的 這個落差太大的時候 我們如何讓地區的這個消費 能夠得到一個穩定 必須 畢竟他這個是在地的消費 畢竟他殘住的人口 必須要維持到一定的程度 不然永遠都沒有用 所以說 現在當然很多人 把戶籍牽回來怎麼樣 我是說如果這些人都在 都落在 都住在馬祖 當然是好事情 他如果只是戶籍進來 是不對的 我是想說 如何讓這個殘住的人口增加 至少 集民訓練中心 讓可以在這邊 至少他們待個 不管三個月 六個月 至少這三個月六個月 他有這麼多人在這邊 可以補充一些 這個裁軍的這個 所損失 所減少的這個地方的 經濟消費 我是覺得在這個 我們在經濟發展到 或者觀光發展 還沒有到一個成熟階段 還沒有到真正的 可以維持我們馬祖一個 這個整個經濟規模的情況之下 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可以就做爭取 另外 酒廠的部分 如果真的酒廠可以 跟金門一樣 我想現在為什麼 我當時 在酒廠公眾報告的時候 我提說 盈利率跟這個 營業額的成長 是不是需要做一個 檢討 我們如果只追求 盈利率 我們只追求這個 營業額多少 我已經賺了多少錢 而忽視著 我們營業額的成長 可能會造成 我們這個 另外的問題就發生了 如果我們營業成長 帶動的是 可能另外的消費 有些的 有些的東西 我覺得 有些的賣出的酒 你不賺錢 不代表真的不賺錢 他所創造的這個 生產力 或者生產的人員 所創造的就業機會 可能也是 對於我們這個整個地方提升 也很重要的問題 所以我個人覺得 這個 現場 必須要在這個方面做個思考 現階段 當然現場看的比較遠 但是 近的階段 你們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需要說 也要針對這個 比較接近 進程的部分 做一些 因應的措施 謝謝曹議員 我想這樣子 新兵訓練中心 之前 我記得 我們前任的 余會理事長 余會主幹事 刘青泰先生 也跟我建議過 那一開始 我們就行文給國防部 大概國防部回答 他們沒有這樣的想法 我想 應該是這樣子想 我們對一件事情 判斷它 如果說 已經被拒絕以後 我一直把這個時間 花在上面 我不如說轉個方向 既然 觀光 是我們將來 立線的主走 我所有的經歷 最大的經歷放在這邊 為什麼我在回答 張宇良議員的時候 我認為說 像會議度這樣 會議度這樣 這個是一個最容易 創造人潮 而且消費值很高的 在我印象裡面 如果沒有錯的話 好像是投資報酬率 到達大概4.7倍 這樣子 所以 根據我們這邊的特性 長期的走向 其實 剛才 議員講的 這個方向 方向可以是一個努力的過程 但是呢 畢竟 現在我們看一下 全國 這個兵力 才多少 全國兵力才多少 然後 我們地區的特性 它能夠 增加的 增加的 這個 它的可能性 有多少 所以 我們今年 特別 這個有一次 我在菊光 去了 就是早上起來 繞了一圈以後 發現說景點都很漂亮 很乾淨 但是都閒置著 如果說這個開放 開放 我講 比如說 戰鬥營這樣的方式 如果說 把這些人引進來 其實 他的消費 他這些人是為了 來這邊玩 為了來這邊消費的 然後用這個吸引 一些特殊的族群 可以創造另外一個 一個觀光的客源 所以說 所以說 我在想 其實我們看 為什麼 這個議員會提這些東西 只是 我希望說這個 可以 引發你們 這個去思想 思考 怎麼樣子 在這個現階段 能夠有一些其他的 這個經濟的來源進來 當然各種行事 本期都可以接受 不管你認為 會議度假 或者這個 所謂的 戰鬥營的部分 其實都是可以的 也都在做 我希望也要做 但是為什麼 因為現階段 我們很多的東西 你剛才講 會議度假 其實並沒有那麼多 我們並沒有那麼好的一個 這個場所 或者提供給他們 這樣做 所以說 因為這樣子 像今年 我們縣政府 縣政府內部 新的大樓蓋的時候 用一個名義 就想提供 這樣子一個 這樣子一個區域 比如說 我們今年 一個是勞委會 還有一個是什麼 就是大概這種 大型的單位 他們把會議 拉到這邊來開 這個對地區促進消費 促進觀光來講 其實這個效果很大 所以說我們 是去創造一個 這樣子的地方 或者是說 我們舊有的 現有的 可以提供 提供給他們 來這邊開會 來這邊這個 然後 把這個會議度假 跟這個去結合 公安去結合一下 這個相對的 跟我們 花很多時間 去求人家 當然我們可以 如果只是報告公文 去協調一下 但是他已經答覆了以後 答覆理由 這很難的 我覺得是很難說 倒不如說 我們換個角度 去 也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 另外一個形式的 新兵度假 那剛才 這個 我們 官員局長也提到 也建議 比如說 我們 東營 運動場 大家都閒置著 都閒置著 如果說 我們可以 用這個 然後 同樣的 比如說 如果一個企業 什麼樣 他來這邊 運動 度假 開會 提供這樣的場所 其實也是可以 一個 嘗試的方向 我想 不管怎麼樣 大家都是說 想辦法讓 觀光客能夠進來 這個創造量 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如果觀光客進不來 我們的交通 我們就算改善了再好 沒有客員 我想 現在就算是一家 他也會減半 但是客員多了以後 自然而然 我想會帶動很多很多相關的 所以基本上 我個人覺得 我個人覺得 就是 既然光光是我們的主軸 因為我們把 最多數的力量發在這邊 另外有一點 我在這邊順便回答一下 酒廠這個問題 其實金門酒廠這個 它是一個非常 大家都看到它的成功 我們要看一下 台灣的烟酒購買局 它是多大的機構 但是呢 這裡面 金門酒廠 佔了我們整個中華民國 白酒市場80%以上 大概 我們大概 不到5% 剩下的 大概台灣的烟酒購買局 它是歷史那麼長久 機構那麼大的 也只不過是這樣子 另外 我的思考 是從另外一個角度 我現在 我們現在才賺1億多 這個錢 我算一下 我們教育局 一年7億多 預算裡面 我們自備財源的部分 全部這1億多 貼進去還不夠 也就是說 花錢的速度 遠遠比賺錢的速度要快 如果說 我們一年可以賺10億 不是代表我們很有錢 很多碼頭 一個碼頭建設超過10億 像福澳 因為我們的基礎建設還不夠 福澳碼頭 一個防波體再加上一個 十幾億就沒有了 所以今天 就是我們沒有說 把這個 全部 這個力量放在這邊 是因為說 我們覺得說 要看到我們的條件跟特色 因為酒出來以後 它還要去市場推銷 當然這方面都應該要努力的 我們都不放棄 但是呢 再回過頭來 我又提到 國際觀光度假區 因為這個是一次 把知名度帶起來 如果說把交通建設 因為它是同時交通跟放電 什麼一起來 跟這個展覽場 會議中心 這個是一起來 就是必其功與意義 這個如果做得成 當然我們很多很多都省得很多了 這個是為什麼說 我們一直努力去促成這一塊的理由 當然 成功的機會 一半一半 如果做不成 不是說我們什麼都不做了 做不成 我們小規模裡面 在現有的 再強化現有的交通 強化現有的交通 這些設施 但是呢 我們要跟中央政府要請 老實說 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說只能說 在有限度裡面 我們去改善 一步一步改 在我個人看來 看來 剛才議員提到的是 應該是說 觀光跟產業這一塊 觀光跟產業這一塊 如果說 要能夠把規模做大 在以觀光立線的主軸上面 我們現在努力的順序 第一個 國際觀光度假區 絕對不放棄 除非說 立法院 他表決過不了 我就算了 我們馬上回到原來這個 就是從來 我們不是把所有的這個 雞蛋都放在一個欄上面 另外就是我們 也不忘記 現在我們一些基礎建設 還要帶強化 比如說 這個福澳碼頭 到明年以後 大部分的這個東西都起來了 好了 剩下的後端 後端這些可以 土地 滲出來四處 怎麼活化用 但是北竿 另外 官市突體這個部分 要讓這個 現在這個床區 外面的靜穩度夠 可以停床 停床的話 這裡面大概要花了七八億 還不見得能夠做得成 另外 東引 新床 好了以後 這個靠波 如果要改善 這個 降低它的風險 大概七八億可能也跑不掉 另外兩個舉光 同樣的 是面臨著這樣的問題 也就是說 我們的基礎建設 基礎建設還有待 有待改善 那這個都不是小數字 都不是小數字 我們要去跟中央政府要 以過完的經驗來看 五年只有八億 八億我們解決一個碼頭都不行 那現在我們空中 反而這段時間穩了以後 我們床 到了舉光我們靠不了 所以說這些基礎設施必須要加強 但是呢 如果要用我們自己的錢 去改善這些基礎設施 要到哪一年 都不知道 就是花錢的速度 遠遠超過賺錢的速度 所以說 我們要把這個重點 我們最主要的力量 發在最主要能夠突破的部分 好 我順便利用這個機會 回答一下 我們爾戰議員的提望 對 因為 當然我讓信長講這麼多 希望說你能夠完整的陳述 你的想法 當然我覺得 你的想法都沒有錯 只是說這個 跟現狀 跟這個大家民意的貼近度 夠不夠 這是信長必須要思考的地方 我剛才講的部分是說 酒廠的部分 是希望說能夠 為什麼 追求這個 就業市場的增加 就業的增加 是因為希望說 把量衝大 你不把量衝大 你怎麼增加就業市場 你怎麼增加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說 當然 因為這個時候 我也不是要跟現狀談 這個酒廠的問題 我希望說這個 在整個 在你整個規劃憲政上面 必須要有一個完整性 一個比較 比較能夠聚焦的東西 剛才講的很多 不管是什麼 什麼方式 促進觀光 什麼方式 能夠達到我們這個 整個增加消費的目的 這個都可以做 只是說我希望說 這個不是毫無沾盤 是需要有一個 一個制度性 一個比較計劃性的東西 不管你要往什麼方向推 我想各單位都可以推的 教育局的部分可以推 比如說運動的 跟運動相關系統 馬上就要弄一個 什麼全國路跑 路跑在這邊了 你看 很多人一下子報名就滿了 這是一個契機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願意來 其實這個全國 在台灣一年半 可能上千場的路跑比賽 如果我們這個可以帶動 也許變成一個焦點 剛才講的那個 所謂的戰鬥營 如果在那個時間之內 能夠 比如說這個時候 夏天太熱了 可能戰鬥營不行 那冬天呢 我們把戰鬥營 移到冬天來做的話 跟這個 跟那個公關 這個當季促銷 做結合 也許就是一個方式 所以說 在不同的時期 做不同的一個促銷方式 我覺得 這目標 計劃性要很明確 不是很雜亂的 夏天的觀光是沒有問題的 夏天的觀光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自己接帶都接不完 在整個 整個我是覺得整個觀光產業發展 或是我們吸引客人 客員的時候 必須要做很有計劃性的 我希望這個現場部分 如果以後還有機會 繼續連任單選 我希望這個部分 必須要很明確 謝謝 謝謝曹雲 我想這樣子 其實 只是 我們有限的時間 是怎麼 怎麼豐沛 在我這 現在這個事情 不是你在做 我想 各局各市應該必須要做 不是你 你要去做這些事情 你要把這個 你的既定的目標 計劃弄好就好 這個單位他們都會去推 我想很多單位都推 其實都推得不錯 不是很差 不是很差 對 我希望說現在這個部分 你一定你的政策 讓各單位去做就好 是 我想 如果還有機會 在 我想有一些 之前 我們已經 推的 像空中交通 海上交通 到了一個地步以後 除了有一些再加強以外 我們多餘的時間 可以 譬如說針對九強的問題 針對 這個建管的問題 我們集中力量來處理這些問題 我想 馬祖的問題 說穿的就是這些 但是 主走 抓對了以後 重要的項目突破以後 剩下的問題 是屬於管理面的問題 我想 這個 有待 當然 我們都在努力 我想 如果有機會 我想 方向很明確 明確 最主要 馬祖所處的地理位置 過去 我們基礎建設不夠 所以我們競爭上面 穩弱了很多 但是呢 現在慢慢的這些基礎設施強化以後 我們的知名度夠了以後 我對馬祖的觀光市場 其實還是 充滿了願景 好 請坐 謝謝 最後一個問題請教一下 我們交通局局長 這兩天 網路上都有登出來 我們立委 會因為投票的需求 要求利龍加了兩單 282、29兩單 我想說這個把人帶進來了 或是沒有把人帶出去 那投完票之後呢 這些人幹什麼 我們不能只鼓勵別人回來投票 把人帶回來 這個是不負責人的做法 請主席財事 請那個 交通局局長做個答覆 後面有沒有 有沒有輸運的機制 投完票之後 這些人怎麼運出去 怎麼讓他們這個很順利的 回到他的工作幹位上面去 請劉局長做個答覆 謝謝曹緣 有關這個選舉這個期間的 這個交通的問題 我想在網立 在這個時間點上 都會 在有一個輸運的這樣的一個機制 那我想我們也會在近期內 找一個專案小組 就利龍跟米韓局 對這個投票的前後的輸運 我們會開這個籌備會 那麼剛剛報告的部分 除了這個航空的部分 那我們對這個海運的部分 我們也會做適當的一個處置 但是原則上過晚大概就是 除了我們自己台馬人以外 那就是會把這個和副人也加進來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在後續的時間裡 我們會找一個專案小組來處理 謝謝 因為這個我想海運的部分 因為如果以這幾天這種海巷來說的話 我想那個以後將來他們回來投票的人 你不能鼓勵別人回來投票 這個然後投完票就算了 應該是不會 我希望還是以空中交通為主要 主要它這個我們輸運的一個方向 所以一般來講大家會比較做飛機了 那但是船的疏解的動員能力相對是比較大 但是冬天面臨這個海巷的問題 確實是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必須要 輸運一樣的就是要多方面的考量 我希望這個應該盡快的做這個因應 盡快跟立同這邊做 跟民航局做個協調跟因應 不是只有這個 這個投票請他們回來投票 我覺得這很不對 如果這樣子的話 這兩幫其實也不用加了 我也不鼓勵別人 那個女台的鄉親要回來投票 你這樣鼓勵別人回來投票 還有後續不管了 這個不是負責任的做法 我們統籌來考量的問題 好 謝謝 我要請各位願意繼續發言